不要忘记了 就不能出来了 皇上又不是第一次做阿玛了 还这般紧张啊 没过人知道他要紧 莫名早产 朕总是放心不下 什么声音 应该是龙胎落地了吧 怎么哭声这么微弱 皇上 臣抗见皇上 俊若 玫瑰人和龙胎如何了 皇上 玫瑰人累得昏过去了 但是并无大碍 只是 只是龙胎 龙胎怎么了 玫瑰人生的是一个小阿哥 但是天生又不足 生下不久 别 别好轰啊 怎么会 刚刚明明听到了小阿哥的哭声 皇亲 龙再再 把孩子抱进来 这 还请皇上节哀 既然小阿哥去了 还是 不堪为啥 为什么 对 我 苏联索星 你们先出去号障 没有吩咐不得进来 是 把孩子抱过来 皇上 把孩子抱过来 皇上 您 您 您就是看见了 您就算什么都没看见 您要站得稳稳当当的 您还有千秋子孙呢 您 皇上 这孩子身形有异 即便生下来 也不能活长久 您不要太伤怀了 王亲 您安排下去 告诉所有的人 每个人不信 生下的是个死胎 立刻葬了去 这 此时 不得再有他人知晓 至于已经知道的 除了本宫皇上和贤妃 就只有你王亲和齐太医了 奴才 不甘格外心 你 皇上 使玫瑰柔无福 为您绵延子嗣 还请皇上节哀 但愿玫瑰柔有幸 日后还能为皇家再续香火 皇上 你和贤妃 去看看玫瑰人 真累了 是 皇上操劳了一夜 是该休息了 此地由臣妾和贤妃照料 请皇上放心 是请皇上安心 皇后娘娘和臣妾 一定会好好安慰玫瑰人的 皇上 小阿哥 你赶紧找个好人家投胎吧 千万别 千万别 王公公这慌慌张张的是干什么 慧妆 这是什么 皇上 皇上让我 这 这是 这是玫瑰人的小阿哥 刚出生就咽气了 怎么会这样 是玫瑰人 他没有这个福分 慧妆 您今晚上要是看见了什么 就当做什么都没看见 可千万不敢伸张啊 本宫伸张什么 是 是 那奴才替皇上办债去了 奴才告退 好 娘娘 一定是 走 他们该很早 我 还给我 身体要紧 别太伤心了 皇后娘娘 他们勒拦着陈妾 不让陈妾借死你的孩子 皇后娘娘 孩子怎么了 梅归人 你要节哀啊 孩子生下来就没了 皇上已经吩咐暗藏了 不可能 出生的时候我还听见他在哭呢 你确实没听错 孩子生下来是哭了两声 可是 实在是天生体弱 很快便没了气息 其他一时想救 也来不及啊 怎么会呢 怎么会这么快就暗藏了 我连他的面都没见呢 梅归人 皇上也是担心 你见了孩子过于伤心 你们当时都在玫瑰人身边 你们告诉玫瑰人 是不是如此 是 皇后娘娘说的是 还请玫瑰人节安 玫瑰人 请安华殿的师傅送进朝渡吧 可以让孩子早等极乐 皇后娘娘 你好歹告诉臣妾 但是呢 是你 是个小阿哥 你不要太伤心了 贤妃说得对 是要请安华殿的师傅 诵经朝渡 你们也仔细听好了 这些日子 玫瑰人要补养身子 不易走东见风 不许任何人 来打扰玫瑰人休养 是